夢想街57號 世界名酒見賞大會開始 歡迎各位參加麗玲 我們世界名酒見賞大會的現場 很奇怪喔 我們明明是在這裡 明明是開的是酒廊 為什麼每一位來賓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感覺都好像是要去教會一樣 什麼意思啦 所有的女來賓來到我們這邊 過去都非常的火辣 現在每一個人都包得緊緊的 趕快邀請一下各位 如維如妳好 太多了啦 不是差太多了吧 差太多了啦 那妳是蛇虛魔女 今天為什麼變這樣 不是 有些酒越放越值錢 女人是越老越不值錢 自己要有任分 不是 妳是越來越值錢 追求者中啊 哪有...沒有... 我第一次看到妳本人耶 妳不要把話題轉開 是不是 妳眼睛真的好小 什麼好小 她眼睛好小 我都看不到 等一下我會被妳的... 等一下我會被妳的粉絲打 來 趕快邀請一下年姐 歡迎年姐 大家好... 年姐剛剛在那邊偷笑 我剛剛講那個韋如 追求者中啦 是 我等一下就要爆料 帶來她很多以前的照片 可是韋如真的是 一點都沒有變 她從以前到現在那個桃花 那個追求者名單 可以這樣子 101賺幾圈啦 沒有... 要相信名嘴的話 真的 我相信...我相信妳沒有啦 沒有的啦 我不是說妳 我從頭到尾都不是說妳 我說的是聶建宗 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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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聶教授呢 年輕的時候 現在一樣年輕啦 就已經有很多很多的粉絲喔 據說有一個女粉絲呢 因為她追她追了八年的時間 好久以前的事了 其實還繼續追嗎 沒有...現在 因為法庭上已經做了很多的判決 你為什麼會有女粉絲 那個好久十幾年前的時候 怎麼還鬧到法庭啊 那個時候 真的是那時候年輕的時候 我做很多的演講的時候 我只要上台演講的時候 我的這個能量是很強的 那我就是講話的能量 我很充 因為我也很好動 所以我在演講的態勢 是比較多動的 這時候都會有一些 也就是說聽眾裡面啊 因為那種河拉斯吧 會造成某些聽眾的這種青來 你講什麼話題嗎 你講什麼話題 韋汝...你的眼神放到哪裡去了 聶教授說他的能量很強的時候 我就發現你已經被他吸過去了 他的眼睛就開始放電了對不對 對啊 他有意義 他有意義 專業的人一樣 專業的... 好 待會我們來看看聶教授 教授的話 珍藏的酒的話 都是出土文物 那個出土文物的話 非常的嚇人 待會我們好好來看一下 另外呢 還有我們的這個 林峰林老師 歡迎林老師 好 另外呢 我們的鍵酒師老杰林 歡迎老杰林 你好 第一個首先邀請的 就是我們蛇仙女 然後又是女郎 然後全部都圍繞在你的身體 這樣子 什麼 我今天又不是帶蛇酒來 不是帶蛇酒 那韋汝現在 那個身材保持得非常的不錯 剛剛那個這個年節有講說 他帶了非常多您的照片 但是我們先來看一下 來 韋汝身材是真的 真的 這真的真的 沒有假的 我認識他到現在 他就是這個樣子 我就這麼得心 以前沒有那些 醫美都沒有 他就是這樣的漂亮豐滿到現在 謝謝 剛剛那個年節講到 真的... 來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那個身材都女郎 都多辣這樣子 而且那時候1991年的時候 還有演一部《家有先妻》 那時候是演一個這個李... 李平 李平 演李平 對 是演孫欣的老公 我跟孫欣是一對嘛 然後彭佳佳跟林以貞一對 林以貞已經早就... 這個其實是家庭劇對不對 家有喜劇... 家庭喜劇 然後好像是第一部到內地的一個喜劇 那時候內地人很喜歡 所以後來我們又拍了Part 2 先妻 對 家有先妻的 幾年之後我們就拍Part 2 好 來 年姊 年姊她年輕的時候 跟現在其實一點都沒有變 對 來 這個有差 你看 這是上次我們來的貴賓 你看誰 難怪後來她講... 後來我們問她 她說妳跟誰最好 她講說 來 跟哥韋如最好 一大哥 妳怎麼說跟她結婚婚 沒有啦 拍戲很夫妻啦 妳看這一張就很漂亮吧 肩膀都露這麼多 你看 好漂亮 你看 雲大哥真的是自肥耶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剛剛拍是夫妻嘛 有一場 她老婆 她老婆從來不盯場 那一場床戲 她老婆就坐在旁邊看 我說大嫂 我跟你這麼熟 不要鬧了好不好 她老婆越看我就越故意你知道 比如說平常上床 就這樣上床 她老婆在旁邊看 我就故意從床...床底這樣 這樣上床 她講的臉都紅了 你看看她... 你看看她 我就故意 就故意逗她 我很喜歡跟她們開玩笑 因為跟大嫂人太好了 可是大嫂會來頂場 代表的是說 她們可能看出妳們 彼此之間的曖昧囉 不是 大嫂是她是 一點都不放棄 是任何女人為敵人的 可是... 她這樣是對的 是這樣子嗎 是因為哥韋如的關係吧 不是... 韋如你臉好紅喔你 對啊 酒都還沒有喝臉就已經紅了 那韋如除了這個拍戲之外的話呢 跟雲中月的話合作 除了拍戲之外 後來還主持節目對不對 對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這是來電50 來電50 那時候是雲中月製作的 製作人 對 然後妳是主持人 我是主持人 那男主持是誰 李茂山 所以妳跟李茂山搭配這樣子 算李茂山跟我搭配 不是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我是女主持人 然後每一集配不同的男明星 對 後來李茂山就打給我說 他希望有機會 可以跟我一起合作這樣子 然後呢 因為他說他的好朋友 楊帆胡瓜哥他們都是主持人 他也希望能夠走主持這一條路 那我就說 好啊 那我就跟雲大哥講 跟製作 還有那時候另外一個製作人 吳大哥我就跟他說 那我可不可以找李茂山一起 他說李茂山跟妳的痛調不合吧 我就說 他說你說可以就可以 我就說可以 我們就主持 然後我們主持是收視率非常好 所以李茂山的那個處女的主持秀 其實是獻給妳的 妳柔令人也不少人 雲中月的那個第一場床戲 也是跟妳是不是 那最火辣的床戲 沒有啦 雲中月那時候也吻過了什麼 林青霞都吻過 女秀琳 開什麼玩笑 後來就吻啊 都帥 那妳跟他有吻過嗎 沒有啦 床戲怎麼會沒有 沒有啦 電視的床戲啦 沒有... 那個都是借位的啦 沒有 就算有是借位 那私底下有演練過嗎 我知道 他們那時候都是怎樣 他們都是把棉被蓋起來 然後就那個場就過場了 對... 將棉被蓋起來 在裡面想要都是這樣 好啦 我們不要再聊下去了 他已經臉紅成這樣子 對 連脖子都紅了 聶教授 待會兒我們會好好來問一下 您過去的風流死 還有沒有 那個他是教授界的那個阿布寬喔 大家知道 待會兒來問一下 好 眼睛不發亮 不是 今天是上新聞台嗎 還沒想到 我就在上綜藝節目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韋茹呢 今天帶了三瓶酒 第一瓶酒的話呢 這瓶酒很特別 這瓶酒上面大家仔細看一下 這個叫做什麼 回歸什麼 賴 賴酒 25年成亮 什麼叫做回歸賴酒 這瓶酒怎麼來的 這是我... 其實我今天帶的 都是我朋友送我的 那它是賴茅 對 然後那一陣子就是在 大家很流行喝茅台酒嘛 對 然後他就說這瓶他們覺得很好喝 然後為什麼叫賴酒 如果我沒講錯 如果我講錯的話 老師跟著我 好像說茅台 有一家是賴姓他們家 對 他們做的賴茅 對... 所以特別叫賴茅這樣子 它也其實... 也就是說原始的那個... 這個... 貴州茅台酒業公司的話 其實是由三家 一個姓賴 一個姓王 一個姓林的樣子 然後後來呢 其實真正拿去比賽的是 賴茅家的酒 據他們的宣傳是這樣子講的 那實際上我們其實無從考據 好 這個是賴茅的酒 打開來看可以嗎 可以... 好 那為什麼會送... 可以打開喝 可以打開看它瓶子 小氣鬼 喝一下會怎樣 對... 今天請大家喝別的酒 來 我們... 它兩層喔 為什麼會送妳 為什麼送我 其實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通常女孩子 接到生日禮物 通常都是什麼... 什麼名牌啊 什麼包包啊 什麼的 可是... 我的生日禮物 幾乎人家送我都是酒 對 所以這些都是 我朋友送的 妳的朋友送妳的 都是送酒啊 這開過了啦 這開過了嗎 確定開過了 那我戴錯了 我就說我眼睛不好 確定開過了 這有開過嗎 有嗎 那就喝了吧 沒有 它前面的蜂膜 上面的蜂膜也沒有了 那這個紙張也掀過了 然後酒剩四分之一 我覺得你沒有 我覺得 不是 我覺得你沒有 我覺得你沒有 那我戴錯瓶了 用眼睛不好 我覺得你沒有戴錯瓶 因為全部都是賴毛的酒 來 給大家看一下 來 我們看一下 沒有關係 貴州回歸賴毛有限公司出瓶 然後這個酒的話 我剛剛好像有看到一個時間點 降香型25年的承釀 它的酒精濃度是52度 對不起 我今天戴錯瓶了 眼睛不好就隨便來 可以試試看 好吧 竟然開了 真的開了嗎 開了 確定 好吧 真的開了就喝試試 對 看試試是不是夾酒 好 來 我看 我看一下它這時間 好像沒有寫時間對不對 應該有寫 要查一下 韋汝我覺得你應該不是戴錯 我覺得你是應該 你的酒被人家偷喝了 你看它這個前面的 那個仙子的地方 是被撕掉的 對 你看 這個地方 那... 那... 我覺得現在的那個酒鬼真的很多 很多... 那個酒鬼都是偷酒 都是偷喝酒 偷喝... 我記得我那來是沒開過啊 然後他一定知道是好酒 肯定是真的 然後他又不把你喝完 他喝到剩一些 我覺得現在的酒鬼真的還滿有 2011 2011 櫃子做蛋糕 他現在去聞誰的味道 有茅台的味道 2011年 最近的耶 對啊 最近的耶 所以之前我去的時候 他們還沒有回歸 叫做賴毛酒 然後他們現在又弄一個 叫做什麼 回歸賴毛酒 所以2011年的時候 有這一個祭祀 然後剛剛老九霖已經講了 那已經拆封了 那你自己開一下吧 好啦 開起來聞聞看 他已經開了啦 他酒量... 韋露酒量還OK的啦 你剛剛講說不請我們喝 可是他要請我們喝 沒辦法 沒辦法啊 這命中注定 對啊 被你的香水味干擾了 自己聞不出來就說 你從來不噴香水的 真的嗎 法力香的味道嗎 你們兩個在幹嘛 我們在聞酒耶 說悄悄話 你們把這裡當作什麼 我們是世界名酒見賞大會耶 對不對 美女來了就不一樣 法力香的味道 真的喔 沒有啦... 來...我們看看 有一個 我覺得那個酒 聞起來還是有一個 酒味跟... 這個醬香型的都是這樣 對 有醬油的味道 可是我覺得那個醬香型 都帶一個酸味耶 酸 帶點香料酸味 因為大陸的酒 香料都放得比較做好 對 氣血每次關注那個 味道不是很好 就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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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味太低 它接觸空氣洋外會過手 對 所以如果開過就 盡快把它喝掉 對 不然你就要放冰箱 老九霖 你感覺一見的鼻翼 開過然後酒味已經跑掉了 是不是 對 因為它水味太低 我聞不到那個醇厚的味道 對 沒有 它這個照道理講的話 它放了幾年啦 25年的陳釀的話 應該不是這個味道 不用難過啦 我們只是喝一點點而已 我不是 我只是覺得很不好意思 我帶錯瓶了 前面人家都已經喝得差不多了 對啊 你確定不是加酒嗎對不對 不是 OK 它沒有摻那個很濃厚的香料 我是 我是覺得不是啊 要聞啊 它比剛剛我們聞的味道 還要好聞啊 這個就比較有成亮的味道啦 剛剛那個味道 對啊 剛剛那個味道還不太對 這個味道比較對 現在聞起來比較香 對 這個味道是香 沒有 沒有 我喝過 因為它送我幾瓶 那我可能今天拿錯了 好喝嗎 好喝 我是喜歡啊 味道還可以 但是要喝了才知道 可是那個 他說如果開過的要放在冰箱 那我就沒放冰箱 開過的你的水味 你喝的太多 剩一點點一定要放冰箱 好來 韋如 謝謝您 今天帶了一個25年陳釀的 那個茅台酒 來 您拿一杯 我想說我要幫大家 來 您拿一杯 謝謝 小杯一點 好 來 謝謝 好 年節有口福了 有口福了 每次來都有口福 尼教授是金酒的 金酒嘛 對 金酒的董事 是 金酒的董事 那待會兒你評一下 跟這金酒有什麼不一樣 好 這一個是賴毛 那賴毛的酒的話 這是第二次出現在我們節目裡面 之前我自己拿過了一瓶酒 因為我到他們酒場裡面去參觀 然後他們的董事長送了我一瓶這個LINE 然後 菇的價格是一萬塊錢 好 那您現在可以這個好好品嘗一下 可惜你這瓶酒已經被開過了 就開過了 對 就不用菇了 好 但是可以讓大家品嘗一下 怎麼樣 可是如果是全新沒有 我帶我們家新的 對 如果沒開過呢 韋如怎麼樣 你自己喝的 大概 OK嗎 OK 這個實在喝不出有25年的感覺 我喝得出來 這有成高的感覺 但是有25年嗎 這不錯 對 但這還是醬香型 喝得出來 當然還是有加香 可是你可以喝出來 它有25年的感覺嗎 沒有 25年當然 這個又不一樣 它有較長的感覺 它比較沒有酒的 渠香的味道比較少 沒有渠香 我覺得它是用25年的酒去勾兌 因為它完全 它喝起來在十來年 十幾年那種感覺而已 沒有25年那種濃厚的那種 醬香的那種感覺 那它裡面有沒有加的香料 我喝不出來 喝不出來 沒有 所以它的存度是夠的 只是時間長短而已 對 它沒有香料的感覺 不瞞你說 我覺得還是有 但是大陸酒 因為我常去大陸喝很多 那個醬香型我喝很多 香料都加很多 這個酒的確是好吃 我告訴你 你怪不得它有女粉絲 你沒有 說實話 說實話 好醜 對 可惜你為如這瓶酒 真的是好酒 香料的味道 這樣子跟女粉絲有關係嗎 太大惡人了吧 而且它這個很好玩 來 給大家看一下 它連裡面的那個 商標的註冊請書的話 全部都把它印上去上面 然後告訴你這瓶酒的話 是由高粱跟小麥釀製的 然後上面還有寫一個那個 許可證 這全部都是他們官方的一個 批准的一個文章 然後把它印在這整個的封套上面 整個盒子上面 所以可見這瓶酒真的 還是算是不錯的 那我請老酒靈來顧一下 如果是完整的 因為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家裡面也許也有這一瓶酒 這個是賴毛回歸的一個紀念酒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好 然後就是這個酒瓶 那因為已經開過了 那我們也讓韋如知道一下 如果它沒有開封的話 這一瓶酒價值多少錢 對 依我喝的感覺 就是說它的酒質加上它的包裝 加上它寫25年的行銷方法 應該它會賣在一千五到兩千的 民幣這個價位 大概也是 大概也是一萬塊 對 接近 因為我對大陸酒的看法 就這種酒質加上它的包裝 它應該行銷會定在一千五到兩千 說實在的 我們節目當中的話 開的大陸酒的話 真正順口的只有兩瓶酒 一瓶是誰 一霸王醉 霸王醉 那個是許正梅帶來的 另外一瓶就是韋如帶來的這一瓶酒 可惜已經開了啦 沒關係 這樣大家才喝到 我們喝到我們也才能夠知道 對不起 沒關係 下次要發你一瓶 要帶沒有開過的來給我們開 好 來 接著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瓶酒 這瓶酒是胡利歐1942年的 頂級龍舌蘭酒 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龍舌蘭出現在我們節目裡面 Takila Takila 好 來 這個就是Takila 1942年 它的那個包裝也非常的精美 來 我拿著 然後麻煩這個韋如 你把它打開來給說 漂亮喔 來 龍舌蘭酒有包裝到那麼美的 它是屬於 如果我沒講錯的話 它應該是屬於比較貴的 那今天我會來上節目 帶這瓶酒是因為 其實我是要謝謝這些 送我酒的朋友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心意 貴在於酒 像這一瓶是 有一次我一個朋友的女兒 她住紐約 然後回台灣 我就帶她去一個地方 專門喝Shot跟調酒的地方 那她就跟八天的就聊天 聊一聊 然後就說 她就講到Takila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都忘了 那時候我已經喝醉了 結果她下一次 她爸爸從紐約回來的時候 特別帶來給我的 所以這瓶酒是從紐約飛過來的 她女兒回紐約特別早了 要送給我 然後她爸爸從紐約回來 光在這麼大 在行李箱就很重耶 所以我覺得情義無價 可是為什麼兩個女孩子 到那個爸裡面會去喝龍舌蘭酒 不是通常是 要人陪吧 男生要把女孩子灌醉以後 才點了一個龍舌蘭給妳 Takita 砰 妳就砰下去了 就倒了下去了 沒有 我們常常是一堆女孩子去喝 所以妳的酒量應該算不錯 要不然的話 喝這個的話應該很容易醉吧 還好啦 然後女兒又叫爸爸帶了一瓶龍舌蘭酒 因為這一段比較有故事 她的爸爸千里迢迢送這個酒來 妳看...妳點又紅了 不是 她爸爸的弟弟是我最好的朋友 可是是爸爸從紐約回來 人美麗也是... 人美麗也是一種錯誤 剛才來講啊 就行李箱的那個整站位置 主要就是行李箱的 而且她是去紐約 特別在紐約找的 找的 對... 好 這1942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林老師 1942是我的意思 這支酒其實很有故事的 對 1942其實不是 它是1942的Takita 因為Takita 通常不會廚房橡木桶那麼久 這支是叫Don Julio Don Julio 這支在出版的時候 漂亮 基本上 曾經是全世界最貴的龍舌蘭酒 我的天啊 你看 大概是150塊英鎊左右 漂亮 那... 差不多 在... 在那個70年代的時候啊 就是Don Julio這個人 他開創了一個新的紀元 在過去70年代以前呢 龍舌蘭酒是墨西哥的地酒 什麼叫做地酒 地酒就是很標準 就像我們... 我們在喝高粱酒 但其實對於歐洲 對於美國人來說 喝高粱其實不是一種文化 是高粱還是米酒啊 米酒 高粱其實不是 那... 可是像威士忌 白蘭地 雖然威士忌之前是蘇格蘭的地酒 白蘭地之前是法國的地酒 但他全世界現在都愛喝了 對 那當初當Julio這個人呢 他建立了一個基本的標準 讓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依照這個標準 來認定這個龍舌蘭的等級 他那時候訂了三個標準 第一個 如果你不經過橡木桶成年的 叫Banko 然後橡木桶成年一年以內的 是Reposado 然後一年以上的叫Eniaco 所以這個是Eniaco的最高等級 但是它比一般的Eniaco更高等級 它在橡木桶當中熟成了兩年半 是 所以意思就是龍舌蘭酒裡面的成年了 意思是這樣子嗎 成年的龍舌蘭酒 成年的龍舌蘭酒 那不過呢 剛剛那個林老師講到 就是講說這瓶酒的話呢 過去呢其實是當地 墨西哥當地的一個地酒 是 但是後來沒有想到呢 這個已經變成了 國際上知名的一個酒 是 那這個國際上的一個知名酒的話呢 除了訂定它的一個標準的一個流程 他們在那個行銷上面的話 是不是有其他的一個方式 這其實我覺得龍舌蘭可以 成為我們台灣地酒的借鏡 包括我們的紹興 包括我們的高粱酒 在過去的時代 都是因為醃酒公賣的關係 這頭頭說了算就算 今天陳高 陳少 到底幾年 它沒有一定的標準 所以其實台灣的標準 就是它沒有 連我們自己台灣人都搞不懂 到底什麼是陳高 對 或是陳高這瓶典藏到底幾年 老實說 這個東西我們自己都搞不懂了 如何讓全世界的人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辨認 這就是為什麼高粱酒 仍然是處於所謂的 華人的世界的第九 沒有辦法行銷到全世界 這個我們要自己好好思考一下 不過未來的話呢 搞不好真的有機會能夠 行銷到全世界 你看龍舌蘭就這樣子起來 但是我們看一下這個龍舌蘭 到底什麼叫做龍舌蘭 那林老師 這其實是龍舌蘭草 然後很特別的就是 這一瓶酒的一個釀製呢 它取它的龍舌蘭心 這樣子取下來以後呢 它其實是 應該算是什麼 根莖類 然後一個球狀這樣子 然後這個球狀 他們怎麼樣把它釀成酒啊 這個龍舌蘭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龍舌蘭 有空可以去台大校園裡面 台大校園裡面有一個植物園 裡面就有種龍舌蘭 一般龍舌蘭是八年生 八年才會成熟 然後他們就會把它上面砍掉之後 把下面的球晶全部砍清楚之後呢 然後把它整個拿去烘烤 它有點像是大 這麼大一顆鳳梨 對 烤完之後呢 它就會焦糖化 然後再拿去發酵 要榨汁吧 所以你還要把它烘烤以後 烤完之後把汁炸出來 然後再進行發酵的動作 我看這個植物長得有點像是仙人掌 是仙人掌嗎 仙人掌類的 也像蘆蕙 是 都是同樣一個科 台灣有聽說過用仙人掌或蘆蕙 來這樣子把它釀酒嗎 澎湖好像有這麼做 那個仙人掌果對不對 是 那個也可以釀 仙人掌有酒吧 但是因為其實台灣其實有很多在地的做了一些做法的酒 但是其實都沒有一個標準化的流程 或者是一個真正製酒 因為台灣其實開放民營做酒其實時間還很短 所以其實我們還有很大的空間 其實台灣很適合做酒的 好 搞不好未來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那個什麼澎湖的仙人掌 也把它變成這樣子的酒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瓶酒 剛剛那個老師有特別講到 林老師有特別講到 這一瓶酒的話 在龍蛇蘭界裡面呢 龍蛇蘭酒裡面的話呢 算是最頂級的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這個 韋如 韋豬 妳自己已經估多少錢 這不是我估的啦 那妳... 對...這是我估的 妳對了嗎 她很容易忘記 來 妳自己估多少 沒有 我要改啦 我要改啦 妳要改多少 我要改啦 用說的就好了啦 沒關係啦 好啦 我們先給觀眾看一下 妳在改啦 妳本來估2千8啦 被那個老師一講說我要改 因為我後來想到 他坐單程的飛機 從紐約回台北 單程的飛機從紐約回台北 大概9萬左右啦 就是...所以我要估... 我要估10萬 天啊 我們什麼時候給妳算到... 我們什麼時候給妳算到機票錢啦 好啦 那妳估多少 妳要含機票費嗎 好啦...來 好啦 我們給她算了 後面再加個0... 後面加個0就好了 這韋如給她估9萬啦 9萬喔 估10萬啊 10萬...抱歉 估這一瓶10萬 沒有...開玩笑 不是啦 她估這一瓶 只是這種酒 這一瓶大概應該3、4千啦 妳自己放在家裡面放多久啦 這瓶酒30千 我看一下 這瓶酒1萬...10萬 這有沒有... 這沒有寫什麼時候出場的對不對 很有的那個情義無價啦 情義無價 情義無價... 沒有啦 我是一定會開來喝的 就是要找比較特... 特殊的朋友 特別的事 對 特別的事 還是在... 特別的事是指的什麼事 就還沒發生啊 特別的事的時候還沒發生啊 人生大喜之日啊 對啊 還是... 還是... 這是產量相當有限的龍舌來 還是有一天要等著跟他女兒再喝一次 如果有限 一旦限量這價格又不一樣 也可以啦 沒有... 這常態的酒它沒有編號 沒有編號也沒有時間 連時間都沒寫 好 沒有關係 而且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在網路上面找到的 塔呼溜1942年的這個酒 然後上面的這個酒的一個標價 是120美元 相當於台幣是3600元 所以本米比你剛剛估的2800 還要來得高一些 但是比你那個十萬塊錢 明顯的多...少了很多很多很多 你像坐飛機來的 而且單純飛機 好 那一直留著這瓶酒 代表韋如的話呢 還是... 等一下 比較特殊的時間 什麼東西 等什麼 也許等一個人 比較特殊的時間在賣 你在暗示了 等一個人 等一個人 好 那個人不知道是誰 但是剛剛有聽到前面 韋如講的話就知道囉 好 來 我們請老九龍 要幫我們顧一下 這個龍舌來酒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錢 含機票嗎 不含 不含喔 這新酒外面還在賣 就是三四千塊啦 所以這個也不用去估它 它大概就是那個行情 它也不會增值啦 因為它藏太久 它並沒有限量 來 林老師 這瓶酒三四千塊買不到 三四千塊買不到 大概多少 這是最頂級的 這支看狀況 至少就是一百五十塊英鎊以上 英鎊 那五十塊英鎊 為什麼會他們看到那個價錢 那一定是寫錯的 一定是寫錯的 還是這個是英鎊 你肯定 這上面是寫美元 重點是它好不好買到 這上面是寫美元 因為它量是非常有限 重點是不容易買到 可是它並沒有限量的編套 什麼東西 因為它的第一階的 就大概就是你估的價錢 你不要陷在那個迷失 沒有限量的迷失 所以這一瓶酒 最起碼有一百五十英鎊以上 好 那林老師 這一瓶酒 它是不是適合再嘗下去 因為你剛剛有特別講到 龍舍蘭酒的話 它其實是 像這一瓶酒的話 應該是兩年半的嘛 兩年半的 像木桶收成兩年半 然後現在放到瓶子裡面的話 未來有沒有可能會做一些轉變 或者是 這完全不會問題 因為它是蒸餾酒 它經過發酵之後 進行了蒸餾 蒸餾之後 像木桶裡面櫥放兩年半 做裝瓶 其實龍舌蘭以前 過去是非常低賤的酒 因為它在墨西哥當地 就有點類似我們的亥陶 對 一瓶一美金的 一瓶一美金就可以買到 一瓶的龍舌蘭 但是後來他們開始特別做了 像這樣的東西 再加上在前幾年的時候 這個墨西哥發生一次的病蟲害 所以整個龍舌蘭全部死光了 而龍舌蘭的生產 就是它八年生的 所以其實要再生出來 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這個酒其實是相當昂貴 好 來 韋如 你那時候跟這個送你酒的女兒 在那個酒吧裡面的話 喝這個龍舌蘭酒是怎麼樣喝的 來 示範一下 我覺得那一家叫Trio的那個 那個霸是非常有意思的 它價位也不是很高 可是它變化很多 Shot也非常多 然後調酒也非常好喝 然後那時候就是在那一家 吃一個叫做墨西哥檳榔 他們有時候取的名字很可愛 就是跟你怎麼喝這個Shot的 那個方式會有關係 像為什麼叫墨西哥檳榔 就是要這樣嘴巴裡嚼嚼嚼 然後再喝 所以他們叫檳榔這樣 可是因為是Takila 所以叫墨西哥檳榔 那他們有什麼毒品系列 什麼什麼還有什麼 最近流行的什麼 復仇者聯盟 對 他們就會自己去研發 這樣子的酒 好 但是這個就叫做墨西哥檳榔 對 那我常常自己在家會做 因為它很容易 它就是其實檸檬片好的 或萊姆片切得很薄 那因為已經切一段時間 所以它有點醜 然後加一點那個咖啡粉 我們煮咖啡的咖啡粉 然後加一點砂糖 那咖啡粉不能先煮完咖啡以後 那咖啡炸在才能弄 不行 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真的還沒有煮過的一個咖啡粉 然後它再加什麼 砂糖 砂糖 對 加在那上面 然後Takila一定要冰的喝 一定要很冰很冰 那剛剛其實整瓶是冰的 因為我們節目已經開始一段時間 它就已經有點退冰了 好 來 我倒這個酒給大家 所以這個就叫做墨西哥檳榔 對 好 那這個韋汝 待會兒你要教我們怎麼樣 吃這個墨西哥檳榔 怎麼吃 然後這個就是龍石藍酒 可是它的等級跟剛剛那個不太一樣 那差多了 那開什麼玩笑 韋汝還是我們要開那瓶 不要... 教授想喝的東西 我們都想喝 剛剛韋汝講說在等一個人 那個然後聶教授就跳出來說 我們要把那瓶酒都掉了 來 好 來 那個...來 各位呢 這個桌上都有一個墨西哥檳榔 好 然後韋汝 韋汝這邊有這個墨西哥檳榔 你們一人拿一個 然後你先示範一下 到底怎麼樣一邊攪 一邊把這個龍石藍酒 把它喝下去 它就是先放在嘴巴裡這樣攪 那個腳八九下 在你腳八九下的時候都不能吞咽 就是不要讓那個汁先吞進去 就讓它充滿口嗆以後 然後再一起 所以我們先... 再把酒灌進去這樣子 對 我們先一起吃 好 先吃冰王 渣要不要吐掉啊 什麼 渣要不要吐掉... 可以喝了是不是 可以喝了... 好 喝下去 然後渣一起吞進去 其實是可以吞的 可是這個檸檬片切得比較厚 你就不用吞了沒關係 就大家都把檸檬片都給吞進去了 好 也OK 好 口感很好 口感很好 好喝嗎 有沒有很特別 好 那聶教授你吃起來 很特別 是什麼味道 這樣子 因為... 他還是把檳榔渣給吐下來 沒有... 檳榔渣都吞下去了 我剩下就是那個皮 那個皮太厚... 因為它有放糖 我覺得剛好中和那個咖啡的味 那咖啡味也咬出來了 對 那因為檸檬又酸 對 然後剛好三種味道夾在一起 那個口感真的棒 好 來 不一定很棒 那蓮姐呢 蓮姐這次沒害你啦 我覺得好奇特 很特別 很特別 真的很想念這個 第一次吃到這樣 張維中又沒來 他又來這個時候 不然他大概又醉掉了 好 來 老九霖呢 老九霖這樣吃以後呢 很特殊就沒有 你也是第一次這樣子吃吧 對... 蠻特殊就有植物的檸檬 又不像檸檬的香味 又有巧克力的那種 綜合起來 很搭耶 是巧克力還是咖啡啊 咖啡啦 就是那個咖啡跟檸檬 那種綜合起來的味道 都不是很像 可是那個香味還蠻特殊的 好 林老師 一般我們喝那個羅茨籃酒 我們在那個吧裡面 他們都會這樣子 就是 這一次反而那個 韋汝帶來的 並不是 反而是叫做 加墨西哥檳榔 過去你們有這樣子吃過嗎 有 這幾年 其實台灣的酒吧 特別是台北的酒吧 其實越來越有國際化了 他們開始也研發很多 類似這樣short的方式 過去最傳統的 台北的喝法有兩種 一種就是鮮膜鹽巴 對 鹽巴 吃檸檬 然後再吃檸檬 腳 是一個腳這樣吃 這是標準的台北的喝法 另外一種就是台北的泡 就是台北加一份的蘇打水 蓋上杯墊 用力的在桌面上敲起 讓整個氣泡整個冒起來之後 然後一口引進 就是台北的方式 在80年代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流行 全世界非常流行的喝法 好 那為什麼要這樣蹦一下 這是很小的... 沒有 是金門的酒 但很小的時候 其實這有打開過 再把它封回去 然後裡面放的時候是 總之很小的苦瓜 然後慢慢喝了酒長大的 因此這個都是靠酒長大的苦瓜 就這樣 是嗎 不是吧 靠酒長大的苦 那你告訴我怎麼種